看看我們各位 順利入境 那對台灣人來說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這邊落地牽的那個 速度非常的 我們跟你說 你要換錢一定要來這邊 可能你過個馬路 那個機車可能就從你前面這樣轉換轉過去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嘉欣 那現在呢 我跟我老公呢 就是要講一些就是我們在越南的時候 自由行的一些攻略吧 算是很全的一個攻略 就在2023之後 疫情之後的攻略 那對台灣人來說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那個簽證 那馬來西亞人很幸運的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免簽的 我們會有一半的時候是跟團 就是跟馬來西亞的那個團 是跟家人一起去顯港 那有幾天呢 我們是在胡志明自己逛 然後也有在一些部分 一些後面幾天是在顯港自己逛 這樣子 所以呢 那個簽證是 就是馬來西亞當地的那個旅行社把幫我們弄的 當地其實是可以落地簽的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個許可函 入境許可函 就是你要當地的一個越南人啊 幫你去申請這個許可函 他可以就是擔保你的那種感覺吧 所以呢 我們當時都是馬來西亞的那個旅行社幫我們去弄的 應該他們是委託就是當地的那個越南的旅行社 去幫我們申請這個許可函 那要準備簽證以前就是要先準備一個機票 去越南的機票 但那時候我們是沒有啦 因為我們當時怕擔心的就是 如果我們買好機票 但是如果他的簽證沒有過怎麼辦呢 那不就浪費掉了那個機票 所以如果台灣人真的要去的話 就是那個機票一定要買那種可以退的 所以比較安全啦 不會浪費掉那個機票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我們的簽證算是就是那個旅行社自己 就是弄一個機票的資訊吧 然後給那個當地的海關那邊吧 去就是看 但是所以對他來說那個機票應該只是確認說 你會來這樣子而已 所以不會說有兩張來回機票 就是你會來這裡然後也會回去 不會說在那邊逗留之類的 然後我們當時只是給他一個旅評寫吧 他就叫我們當時只是買一個旅評寫 然後我也問我們 當時會去多少天啊 然後他的護照的資訊啊等等的 然後你旅評寫 旅評寫要cover掉你的那個申請的那個天數 對 日期 就是你去幾天你就寫幾天嘛 那個旅評寫 那我們一開始入境的是顯港 因為當時我們的入境許可證是顯港批准的 所以我們雖然第二天就去胡志明 但是我們第一天還是到顯港 因為並沒有萬一他說 欸你的簽證是到顯港的 怎麼你會到胡志明來 然後不讓我們入境 所以我們買機票就直接到顯港 然後再搭國內機到胡志明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那個 國內機怎麼搭的話 可以看我另外一個影片喔 整個許可函都是寫我們的那個時間是 大概有12天吧 他前面多一天後面多一天給我們 所以就是你去跟那個應該說旅行社吧 他們應該會幫你弄好 那主要現在台灣要去弄這個 申請這個許可證是蠻麻煩的 我看到KK隊其實他們是有這個服務給大家去申請 就是跟他們去申請嘛 那我覺得你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你可以去跟那個旅行社 然後訂那個那種什麼 機家酒的那種自由行的那種旅程 然後他們可能在這個時候 他們不會幫你弄那個行程 但是你如果請他們幫你弄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的 因為你畢竟有跟他們買一些產品吧 就是跟他們買一些行程 所以他們應該會幫你弄 當時我幫我老公去問旅行社的時候 他們是不幫我們弄的 因為他說我們沒有跟他行程嘛 所以他就不會幫我們弄 然後當時那時候還算是大家還沒有流行出去 剛開始而已 新年的那期間所以是剛開始 所以他們也沒有 可能也還沒有太多資訊去幫我們弄嘛 所以那個價錢也非常的貴 而且他說你一定要自己請當地越南的人啊 去幫你要有他的什麼 他的身份證去幫你弄那個許可證 然後我們那時候覺得蠻麻煩的話 就有一點不想去 就是我們最後是請馬來西亞幫我們弄 一開始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弄 可是之後他們再請就是可能 越南那邊的旅行社去弄 所以大家的方式就是可以去KKD 那旅行社你們也可以去找一找 就是一些你跟他訂機票啊 或者是一些酒店啊 他們可能會幫你弄 然後如果真的你們就想要自助遊的話 你們就可以去KKD 那個資訊我還會放在下面 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現在他們的費用算是比較偏貴的 我們當時只是到當地就是去做那個落地簽而已 大概就25美金 現在這時候我覺得跟團會比較好 對 那我老公得到許可譚之後我們就 就是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我們就填寫那個落地簽的資訊 然後再準備25美金兩張的白 就是白底的那種照片 兩張然後帶過去 然後還有護照 然後拿過去這樣子他們就可以了 就主要你還是要填那個落地簽的資訊吧 他落地簽有一個要填你那個下他飯店的資訊 所以 你就選第一天 但你拿到那張的時候就已經是確認說你可以入鏡 剩下的只是說那些資訊你要填一填什麼 對 所以當時我們入鏡的時候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邊的就是官員滿慢的 我們大概等了半小時多以上吧 才真正的可以拿到落地簽然後進去入鏡越南 所以大家就是在就是 顯港的話 你們可能要去就是 可能敲敲那個桌子 讓他們知道外面有人這樣子 不然他們是真的不會打理外面的人 因為他們可能在幫其他的旅行團的人 去做那個簽證的部分 抵達現港了 我們這邊過關了 對 這邊落地簽的那個 速度非常的 非常的越南 很慢 但其實還OK啦 就是至少有過關了 對 也沒有想要多A簽拿什麼的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等行李 那我們坐的是虎航 去的時候搭虎航 那其實我覺得搭虎航算是平價吧 還算平價 然後回去的時候我們是搭滑航 那那個價錢也是差不多 就是兩個都是處於算是來回 算我們覺得能接受的價錢吧 所以那時候我們搭虎航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叫你拿出就是你回去的 就是你回去的 因為如果你是搭不同的航空的公司的話 他會詢問你就是你回去的話是搭什麼飛機 對 擔心你的安全問題 他就會詢問你就是回來時間是什麼時候啊 回航的飛機是什麼 哪裡啊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列印出來 然後讓他們比較容易看 那當時我們那個入境航啊 算是那個虎航的人也去核對了蠻久 就是來確認你真的有入 就是那個許可證 對 他才讓你就是搭飛機吧 所以他也看了蠻久的 然後再跟你拿那個回航的資訊 這裡我也建議大家就是 把所有的資訊都列印出來是最好的 背著不一定會用 但是需要用的時候那就不會找不到 因為避免就是海關可能會需要看你的資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我們去那邊一定越南的話 一定要需要用越南盾 那我們一開始是先到機場換一些 190 在台灣嗎 除以291 2 對 加100塊的手續費 等於換到652 那台灣的匯率其實是蠻差的 還會有100塊的那個手續費吧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台灣就換一些些 避免萬一可能你當下到達的時候 太晚啊沒有換到錢啊 可以吃東西之類的 然後過後你到那個顯港啊 或者是胡志明啊 那些機場其實裡面都有得換錢 當時我們去顯港的 就是有一整排 它是外面 然後都是可以讓你換錢 然後當時我們是個第一間 我們千萬千萬不要去第二間喔 因為第二間真的太黑了 對我們現在要去換錢 問一下兩間問嗎 對 對 沒有在這裡 你說你們要換錢一定要來這間 這間服務比較好 第一間 對 第二間跟我們說什麼 650匯率 對 第二間以後就不用去了 對 第二間 什麼650匯率 然後我們剛才換到的是730 差太多了吧 對 對 他也很很爽的跟我們說什麼 對你可以去隔壁啊 對你可以去隔壁啊 我們就去隔壁了 隔壁就好很多 隔壁對啊 他也幫我們 就是我們不知道那個Grab怎麼叫 因為我們剛才找不到那個車 然後之後我們學校我們重新叫 就是讓他幫我們怎麼叫 然後就跟我們 幫我們聯絡那個司機 所以我們就現在就 他就跟我們說在哪裡等 蠻好的這間 對 服務不錯 所以我們不知道那個 到底匯率730是 到底好不好 但是 我們在台灣換的是大概 650 所以 這樣子比起來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裡還不錯 如果能刷卡的話 最好 因為其實刷卡的匯率是最好的 是吧 即時匯率 對 我們之後會 回去的話算到來 他的匯率都是760 然後如果你用那種 好像花旗的那個 2%回饋的話 回饋金的話 我覺得 他回饋起來 還有剩一些些的錢吧 所以他有收手續費 就是可以廢銷那個手續費 對 然後還有可能多一些些的 就是回饋金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能刷卡 就進來刷卡 那在越南其實刷卡的 次數蠻多的吧 就蠻多地方都可以刷卡的 除非是那種當地的小吃 可能不能刷卡以外 其他很多餐廳的話 飯店啊都可以刷卡 那你就是以千來看 就把上面後面三個零扣掉 你就可以知道大概台幣多少 我們算是十萬嘛 那你可能要算是一百千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知道 這大概就是一百多台幣 其實越南不算是一直要給小費的國家 所以你們大概 如果想要給一些小費的話 大概五千一萬這樣就好了 對 越頓 就不需要給太多 就給一個一次就好 對啊 五千一萬換算台幣也才 五到十萬 就是可能他們飯店會幫你拖行李租的時候 你就可以給 你覺得他有些服務不錯啊 推薦你一些 那就可以給他小費 因為我們看路也要網路嘛 然後一些資訊啊 你可能要去查 也需要網路 所以呢 SIM卡在哪裡買 是最划算的呢 其實我覺得 去現場買是滿划算的 因為當下我們買大概 也三百塊錢 就可以買到一個SIM卡 兩百多 嗯 對 對 差不多那個價錢 一到十 天司 兩百二十 謝謝你 你下去嗎 這個好了 好 謝謝 拜拜 所以SIM卡兩百二十 還滿簡單的 直接出來 然後就有了 這個 哇 這有問題 服務不錯 他說有問題 可以打電話 因為當下 我其實自己有一個SIM卡 我們在台灣的 就蝦皮有買到SIM卡 然後它的價錢是四百多 四百零九吧 我建議大家 如果很擔心的話 可以先買 反正就一點點錢 避免你當下 可能沒有SIM卡 來得重要吧 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人 就先去買 就是在蝦皮先買 然後他會跟你說 他怎麼幫你開通啊 那個SIM卡 然後我們買的是那個 VATEC 就是那邊 算是蠻大家的一個 就是他們說 軍用的那種 就是網路 當下我們也是蠻一樣的 就是 4GB 一天 然後十天這樣子 然後一共三百塊 所以我覺得還滿便宜 還算是可以接受 這一天還滿便宜 二三十塊我覺得還OK 嗯 嗯 那交通的部分 我們建議就是搭Grab 因為搭Grab還可以直接 刷你手機裡面的信用卡 對 然後你不用掏錢出來給他 不用跟人家討價還價 對 不用跟當地的那種討價還價 會整個行程都不開心嘛 而且刷卡算是 比較優惠 也匯率比較好 所以大家就是刷卡 直接就是按了找那個Grab啊 怎麼按 然後去刷卡就好了 我們連就是從惠安到賢港 那麼遠的距離 大概四十分鐘到一小時 我們都是搭Grab 然後那時候也才五百多塊 五六百塊而已 所以我覺得滿便宜的 所以大家自由行的話 搭Grab算是滿安全啊 舒適 但是問題是那個Grab的司機 很多都不會講英文 所以大家就是要把你的地址寫好 然後還有把你的要到的地方的地址寫好 避免就是 可能他不知道你怎麼跟他溝通啊 在哪裡 他放錯你在哪裡 所以那個地址一定要寫好 然後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請那個飯店的就是那些櫃台 他們都會講英文 所以你都可以請那時候飯店的櫃台的人 幫你去就是跟那些當地的司機去溝通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搭Grab的話一定要看車牌 因為他一定有一個車牌給你看 說你的車子是什麼號碼 所以一定要確認你的號碼才上車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搭Grab最難的地方就是機場 因為一出來的時候 你要入境的時候 你要去找那個Grab是比較難的 不管在胡志明或是在香港 我們都是試過兩次都滿難找的 你可以看我上一部的影片 我都有詳細在那邊講 如果你入境或者是入境胡志明或是香港 在哪裡搭Grab 其實覺得越南滿多飯店可以選擇的 只要你去Agoda 看一看那個分數啊 找一找其實都不會太差 然後價錢你也不會收太貴 然後我們在胡志明的話是住那個Novatel 還有一個叫My House的 這兩家我覺得都還不錯 當下我們訂的時候是3000多塊 所以我覺得算是乾淨 然後也滿大間 然後服務也滿好的 那之後我會再做一些飯店的開箱給大家看 那請期待我的影片 那治安的部分我覺得也是大家去越南旅行 算是滿關注的一個話題 我去越南之前我看了滿多影片 都覺得那邊好可怕 可能會隨時搶你手機啊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手機殼 這個手機殼呢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一直握住我的手機找路啊 這樣子也不容易踩的 就是不容易地搶走我手機嘛 然後也比較低調一點 就不要 就是你平時看手機的時候不要太高調那種 哇那種 就是還是要低調那種看 那我不覺得會突然間 就你最好不要站在那個路旁邊吧 看你的手機 對啊 因為那個機車真的是 很吵很快的那種 可能你過個馬路 那個機車可能就從你前面這樣轉過來轉過去 對 所以就是在你就是過馬路啊路旁邊的時候要小心 那你走到裡面一點安全的地方 然後才拿手機 然後還帶了一個腰包吧 買了一個腰包 對 避免變加 連我們越南認識的朋友都跟我們講說 在胡志明一定要小心怎麼飛車檔 對 手機拿在手上都被搶 對 然後最後我們發現 都沒有遇到 我們去了大概十天吧 其實也沒有看到有人真的要 刻意接近我們 或是想要 搶我們 接近我們 對對對 有一些不好的意圖的 想要接近我們 都沒看到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就是 還是要注意 但是不用這麼緊張 對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去的 算滿緊張的擔心 旁邊就隨時就 有人對你有什麼 就是想要搶你手機什麼的 所以 對 其實在越南旅遊的外國人 非常多 對 所以不用擔心這一點 我覺得就只要 你把提方心提高一些些 然後手機顧好 包包也顧好 去處好 而且其實像華人去越南好了 你很容易就被認為是當地人 我們不講話 人家都直接跟我們講越南文 對 所以這一個部分大家就 不用太過擔心 然後 不要被嚇到不敢去那種 關於行程的安排的部分 我覺得我可以再出一集 給大家 就是了解一下 要怎麼去那邊 訂行程 或怎麼安排那個行程 所以 很多是KKday啊 Klook啊都可以 那我覺得 Klook的話 你是在那邊當地 要刷卡也比較方便 然後還有很多行程是飯店 也可以幫你訂 而KKday刷卡就是 它也需要就是發訊息到你的 台灣的手機號碼 那你根本接受不到 所以呢 Klook 是當下我們用了最方便的一個 對 我覺得在胡志明的話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在行程的話 可能那些景點 可能會比較遠一些 所以到行程的話 我覺得 如果可以參加一些 Klook的行程 或者是你可以跟一些團 是比較好的 然後當下我們也有 幫我們一些飯店的團 就是飯店會幫我們去 預約 對 他去幫我們預約一些團嘛 就是外面的那種旅行社 當地的旅行社 然後會來接我們 對就是 包括他會把你接送到那個目的地 甚至喊一餐 然後最後再把你送回飯店這樣 對 然後價格他都會先跟你講 然後你再交給那個旅行社的人 電壓部分就是 女生最擔心的就是吹風機嘛 那吹風機你要自己帶的話 一定要帶那種可以調的那種 110-120的那種吹風機 然後他們那邊電壓是220 跟台灣不一樣 因為台灣是110嘛 那所以 但是其實他插頭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帶那個轉接頭 是避免你可能 當下插不進去他們的插頭的話 你可以放那個轉接頭 比較好插 嗯哼 然後手機那些的充電其實都還好 因為那些都可以接受110-120 只要是你變壓器就可以做了 對 那食物部分我覺得 這算是我們比較更能講的一個話題 因為我們對美食算是蠻喜歡 也蠻雕的 那在整體的部分我覺得 胡志明的部分蠻多那種餐廳蠻好吃的 嗯哼 所以而且當地的 然後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然後推薦一些胡志明啊 很好吃很道地的餐廳 那一天花到來也大概三千多塊吧 也不便宜啦其實 兩三千塊 然後我們還有吃一個更高級的 那個阿南塞工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看你們自己想不想去吃 整體來說我覺得 那一邊如果你吃那種很道地的小吃的話 你擔心衛生問題的話 還是去餐廳吃比較好 嗯哼 因為如果當地的我們吃過 就是河粉啊還有一些當地的小吃 他們的菜就是放在那一邊 然後上一桌吃完 然後下一桌繼續吃的那一種 如果你能接受那就沒問題 對 但如果你不能接受你覺得 有一點考慮加上2023疫情之後 你會更擔心的話 自己在旅程 旅途中生病的話 我建議是去吃餐廳 是最乾淨又衛生 只是價錢比較 就是可能 需要花多一點錢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 我覺得在越南自由行其實是蠻舒服 也是蠻方便的 對 因為只要有Grab 然後它就可以帶你到哪裡 而且價錢也不會太貴 飯店也不會說太貴 然後 除了吃吧 我覺得吃是讓我這次蠻意外的 是價錢比較偏高一點 我以為在越南 物價比較低的國家可能價錢會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好像也沒有 其實吃起來跟台灣差不多 對 吃起來的話跟我們在台灣吃的餐廳差不多 包括那些手藥飲啊也是 對 更不划算 更不划算 對 因為它的手藥飲 那些茶啊 那些咖啡啊 完全就是不滿 你在台灣跟他說 我要去冰 他也是給你滿的飲料 但是如果你在越南跟他說 你要去冰 吃半杯的飲料給你 所以呢 我反而覺得 在台灣喝飲料 還是比在越南喝飲料划算 但是你還是要去嘗試一些 很特別的茶飲啊 對那邊其實滿多那種飲料店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還有咖啡廳 但是咖啡 那些咖啡也滿重要的 那整體來說 除了吃啊 住啊 交通啊 其實我們都滿適應的 除了有一個過馬路啊 我會覺得一開始我們可能會比較緊張 對 對 因為他的來來往往就是很快 然後你也擔心他會撞到你嗎 對 他大老遠就會對你按喇叭 對對對 他一直嗶嗶嗶嗶嗶 但是你就照過 但他按喇叭就是代表他跟你講 他看到你 你就可以走了 對 你就可以一直這樣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慢慢的走過去 其實 你慢慢的過去都是ok 他們就會繞過你啊 對沒有問題 肯定不要跑 跑的話他反而 就不知道你要走去哪裡 反而更加緊 就是可能會撞到你 對 所以大家就慢慢走就好了 不用太單親 就慢慢過 就ok了 那整體來說 其實我滿建議大家 就去那邊越南去逛一逛 因為真的 我覺得很多文化的體驗啊 食物美食的體驗啊 我覺得都是讓我滿意外滿喜歡的 對 除了太吵以外 我覺得我其他方面 食物美食啊 風景啊 都是我滿喜歡的 然後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到越南玩一玩 然後已經是在2023之後 我覺得 大家可以開始慢慢的往 越南啊 東南亞去玩一玩 探索這個世界的開始 那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 兩支 我們要看 Rhino 三支 按讚 快到 八支 也排 六支 三支 四支 索